只因看起来性情温和 她就被车上的失足少女当成了猎物 害怕被猎杀的男人只好提前下了车 可女孩不仅尾随气后 还快速走到了她前面 然后回头反过来质问她 为何要跟踪自己 因为不想跟失足少女车上关系 男人敢忙尴尬地否认 可女孩却拦着她不让她离开 她看出男人文质彬彬 就想从她身上搞点钱 如果好生好气地求接济 男人肯定会答应 但她的手段不是恐吓就是勾矣 搞得男人十分的不爽 直到她忍无可忍也只是呵斥女孩情自重 最后在女孩恼羞成怒的咒骂声中 男人快速逃离了现场 本以为两人在也不会有任何交集 没想到第二天却又在同一个路口不弃而喻 这一次她并没有像上次一样快速逃离 而是像女孩一样双手插都靠墙而立 女孩也并没有像上次一样屋里的纠缠 而是小心地问亨利能不能借我十块钱 因为她在附近赚了一天都没有赚到一分钱 以至于这一天下来都还没有吃饭 亨利靠在墙上思索了片刻 女孩停拔看向离开的亨利随后便登了过去 这是一间小小的单身公寓狭小且漆冷 房间内唯一的沙发也是唯一的一张床 亨利先给女孩拿来一杯橙汁还有一块三明治 还没等女孩把感谢的话说出口 亨利却突然把手伸向了女孩的丝袜 女孩敢忙阻止她说 谢谢你的三明治不过这是要先付钱 亨利其实并不是想对她图谋不轨 她只是注意到女孩的大腿内侧有着血斑和擦伤 在看女孩的脸不仅有着通红的巴掌意 嘴角还有着残留的血迹 亨利关心的询问最近是不是被人侵犯过 可女孩好像并不习惯这种关心 他继续一如既往的试探想要就给钱 亨利只是告诫她不要跟我再提这种事 随后便把她带到了卫生间 先用消毒水温柔地为她处理伤口 又递给她一条干净的毛巾让她把身上洗干净 在女孩洗澡的同时亨利打了个地铺 等她躺在床上的时候才终于明白 眼前这个男人对她真的一无所求 第二天清晨为了不吵醒她 亨利还特地跑到天台吃了早饭 她边吃边思考最终决定收留这个可怜的女孩 趁女孩还在睡觉时 她小心翼翼地拎包出了门 可当她再回到家时 眼前的一切让她怒不可遏 女孩竟然把陌生男人领回了家 看那家伙紧张的神色肯定是在做不看的交易 亨利极其生气 阴沉地让这家伙掏钱付给女孩 然后就愤怒地把她赶了出去 看着暴奴的亨利 女孩以为会受到一顿毒打 但亨利只是生气地撕了一张纸 让女孩赶紧擦到嘴上的屋子 随后又从衣柜拿出新的床单 命令女孩赶紧换上 看着女孩忙活 她的脸上充满了失望 换完床单的女孩蹲到亨利的面前 祈求原谅 并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这样 她害怕会被赶出家门 从此之后再次流浪 然而亨利并没有赶她走 只是冷冷地说道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别在我家干就可以了 女孩从没见过这样的人 就算自己犯了大错 既没有打骂惩罚 也没有赶自己离开 她这辈子都没被人这样包容过 这天夜里 亨利又让她睡在了自己的床上 她则继续打地铺 看着男人对自己这样好 她突然好想了解她 亨利并没有回答她 她的美眼间始终藏着一股忧愁 似乎谁也不能踏入她的内心半步 而那天她之所以会哭得那么伤心 还要从那天她所经历的事情讲起 亨利的职业是一名待客老师 她从不会在一间学校长期任教 而是在每个学校待一段时间就走 这天亨利再次来到一所新的学校 这个新的学校堪称差生集中营 学生根本不听从老师的管理 他们打架斗殴在学校为所欲为 辱麻威胁老师更是家常便饭 亨利的第一节课就差点被学生给打了 走进教室后 亨利先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 然后直截了当地给学生讲了课堂的规矩 如果不想上我的课可以直接离开 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人开始对他出言不逊 最后一排的美的为他打抱不平 反而被男生转头骂了一句肥猪婊子 男生的辱骂引起了同学们的哄堂大笑 亨利听到后并没有生气 而是客气地请他离开教室 关上门后亨利布置了一项作文 假如你死了 你的父母会在葬礼上写下什么道词 可刚交代完作文的题目 一个黑人学生就以没有纸笔来羞辱亨利 他竟只走到亨利的跟前满口的乌言汇语 不仅直接甩拦了亨利的皮包 还让他立刻滚出去 但反观亨利则是一脸的平静 他告诉男孩 那个包是空的 他没有任何感觉 我也没有任何感情能让你伤害 你没道理生我的气 因为我是少数愿意给你机会的人之一 只是简单的几句话 就安抚了男孩暴躁的情绪 就这样这堂课还算是勉强上完了 等同学们都走后 梅迪单独留下来与亨利聊起了天 他很好奇亨利为什么赶走了第一个闹事的学生 却留下了更猖狂的第二个 亨利解释说 我可以忍受学生辱骂我 但绝不允许有人辱骂我的学生 这顿时让梅迪感觉这个老师与众不同 梅迪因为肥胖经常被人取笑 他想知道怎么才能像亨利一样平静 但亨利却告诉他 你并不需要坚强 他们只是一部分缺乏自我意识的人 以后你还会遇到更多但你并不需要在意他们 由此梅迪对亨利老师产生了好感 等来到办公室他才发现这里不只是课堂混乱 一个女人找到开除自己孩子的老师 治着对方的鼻子骂他无能 而且那个被开除的女孩也跑过来警告老师 就等着晚上被自己的婚婚朋友强暴吧 说着还向女老师的脸上涂了一口痰 但女老师好像对此早已经习以为常 她只是一脸轻描淡写地和亨利下班回家 回到家的亨利已经筋疲力尽 但刚一进门他又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他唯一的亲人外公患有老年痴呆 每当外公肆孽女儿时就会变得精神异常 亨利只好急急忙忙地来到医院 花了大半天的时间 才把自己繁琐在卫生间内的外公劝说了出来 他轻声安抚着外公 好不容易才把外公劝回了床上 等外公睡着之后便怒气重重地直奔护工那里 他的怒火突然涌上心头大声怒吼自己的不满 我早就跟你说过把于事的门锁拿掉 你如果再对他置之不理的话 那你也别想好过 我会让你被炒鱿鱼 到时候你的家人和孩子也都别想好过 护工被他的举动吓得不敢动弹 但最后亨利在离开时 又面带愧疚地回头看了一眼 他坐上了回家的深夜公交 车上他的思绪混乱只能放任眼泪流出 种种杂乱的思绪塞满了脑海 分杂的车灯照在寂静的街道 然而车的末端还有一位小姐正在交易 可完事后男人不仅没有给钱还打了一耳光 这玩意正是女孩和亨利的第一次相遇 因为心情不太好 他并没有理会女孩的纠缠 次日上课的时候 亨利宣读了昨天的作文 他让学生们写下自己死后父母对他们的道词 有许多学生并不当一回事 随意写出的玩笑话让所有人哄堂大笑 直到亨利念出最后一篇 他本是一个田径的女孩 他从来没有对生活不满 他为什么会自杀呢 我和他母亲竭尽全力地对他好 为什么忽然之间就变得如此暴躁 如此刻薄和悲苦呢 我们不知道 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过错 我们是称职的家长 但是我们对他的心情培育换来的是 他自杀了 我那愚蠢自私的孩子啊 他永远去不了普林斯顿大学了 虽然大部分学生的作文并没有任何意义 但只要有一篇能引起全班同学的共鸣就足够了 这就是亨利想要的结果 哪怕只是一瞬间的感动 他不止这个作业的意义也就达到了 他不想让学生只是被动接受死板的知识 在那里抱怨周围的环境 而是希望他们能学会独自面对人生的困境 自己拯救自己 自己治愈自己 下班后亨利再次来看望外公 痴呆的外公认了很久才认出亨利 他告诉亨利自己不想就这么在床上死去 接着外公又告诉他 我今天见到了你的母亲 亨利回应着外公说 告诉母亲我很好 可外公却突然拉着亨利的手问道 虽然你一直都在说自己很好 但从小到大你都封闭自己 有什么事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然而亨利只是默默地将手抽搐 安慰外公说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也证实这晚回家 他再次遇到了那个女孩 也许是这天的心情没有那么糟糕 他不但把女孩带回了家 还打算把他留下 次日亨利没敢打扰正在沉睡的女孩 而是悄悄地关上门来到学校上班 然而学校依旧没有任何改变 还是那么糟糕不堪 一个有着暴躁症的学生打伤了同学 而家长只是愤怒地责怪 学校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一个男孩在草坪上抓起来一只猫 转过身 他腰间是一把寒气逼人的铁锤 随后他就把猫装进了书包 用铁锤不断敲打 等亨利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 亨利把他教给了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 老师告诫家长有科学研究表明 年幼时喜欢伤害动物的孩子 很可能会发展成丧失人类基本感情的人 然而家长却好像对此并不关心 亨利问男孩当时是什么感觉 他只是说自己感觉被困住了 就跟那只猫一样 亨利顿时联想到了男孩的家庭 说不定男孩在家就像毛被虐杀那般 但是亨利对此也无能为力 带着如此不堪的心情回到家 却发现了让他更加愤怒的一幕 艾瑞卡竟然把陌生的男人带回了家 亨利并没有打骂也没有赶他离开 警告他以后不要把家里弄脏了之后 还给他吃了一些阿斯皮林之类的消炎药 并打算周末的时候带他去医院查下 有没有染上癌滋 自从上次阅读同学们的作文后 同学们开始渐渐地喜欢上这个老师的课 他的课堂从来不用四季硬背 也没有分数的水高水低 亨利会用生动的故事引导他们学会看情世界 让他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以及该如何培养自己的人格 在亨利讲课的同时 梅迪用画笔偷偷地画下了他的形象 一旁还有几个可爱的爱心 因为身体肥胖 他经常遭受同学们的取笑 以至于吃饭都要悄悄地躲进卫生间 他当然害怕厕所的臭味 但他更害怕的是来自父亲的嫌弃和冷嘲热讽 梅迪很喜欢摄影 经常拍一些同学们的日常生活 另外他还很喜欢画画 但父亲并不支持他的爱好 他觉得这些话太过阴暗悲观 简直就是一文不值 就连自己的心情也都被这些作品破坏掉了 不止如此他还嘲讽女儿说 如果你能试着扎起头发减减肥 说不定就可以找到一个不错的男朋友了 梅迪从出生至今只遇见过一个对他温柔的男人 那就是这位信赖的亨利老师 但由于身份的悬殊 他只能将这份爱意默默地画在纸上 温文尔雅的亨利对异性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就连学校最漂亮的老师也无力抵倒 他主动约亨利共进晚餐 滔滔不绝地跟亨利倾诉苦衷 而亨利只是静静地聆听着 可当谈论到自己时亨利却含糊其词 童年的画面在他脑海一闪而过 最后他还是没能说出口 但女老师却很开心 离别式还忍不住送上了自己的香吻 因为愿意聆听他的孤独心声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当亨利半夜回到家 却发现艾瑞卡正气重重地坐在沙发上 本来做了一桌子好吃的打算与他共进晚餐 这前后等了好几个小时才都全凉了 当得知他是跟女同事去吃饭了 艾瑞卡更加的不高兴了 他感觉亨利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一个女人看过 亨利再次重申了自己的原则 你本来就是一个孩子不应该对我有所期待 你完全可以住在这里 但迟早是要搬走的 可当他看到艾瑞卡精心制作的烛光晚餐时 还是心软了 此日亨利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艾瑞卡从她的枕边路过 小心翼翼地起来准备早餐 许久未见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落桌台 亨利醒来一脸慵懒地吃着面包 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平常 吃完饭后他带艾瑞卡去了医院 为他抽血检验了艾滋 离开医院后又一起去逛了杂货店 两人在店里开心地嬉笑打闹 出来后他们依靠栏杆像极了恋爱中的日常 接着他们还交换了礼物 艾瑞卡收到了一本日记本 亨利被戴上了一枚简洁的戒指 晚上的公交车上 艾瑞卡靠着亨利的肩膀入睡 一切都是那么的温暖安静 就这样两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 再次回到学校 他的身上都洒满了阳光 亨利发现了一名习惯 巴着铁丝网的男老师 看到对方怪异的举止 亨利走上前打招呼 对方非常的惊讶 竟然有人发现了他 因为在正常的生活中 他就仿佛是空气一般 不管是上课对同学们的呼喊 还是回到家 跟妻子和家人的打招呼 他就像是个透明人一般 得不到任何回应 就算是掏出学生的作业批改 上面也会常常出现一个大大的 你真差劲 所以当亨利跟他打招呼时 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随后便领起包快速离开了这里 这所学校依旧是如此的糟糕 就连心理医生都已经出现了心理问题 面对毫不上进满不在乎的学生 让他濒临崩溃 甚至开始大吼大叫 这天亨利找常到医院来看望外公 但艾瑞卡已经早早地坐在了那里 他说医生打了家里的电话 说外公快要坚持不住了 艾瑞卡不知道亨利在哪里上班 也找不到他 就只好到医院来陪了外公一整天 如今外公虽然已经脱离了危险 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正说话时外公睁开了双眼 亨利发现此时外公的神志更加的迷乱 他一个劲地呼喊女儿的名字 让他原谅自己 因为女儿的自杀就是他自己的过错 这时亨利只好模仿母亲的口吻 缓缓地安抚外公 这才让外公平稳了下来 之后亨利和艾瑞卡来到公园闲聊 他第一次向艾瑞卡讲述了 自己破碎又孤独的人生 我对父亲并没有任何影响 只记得和母亲还有外公三个人住在一起 每到晚上母亲都会让我把门锁好 在我七岁的那年 母亲服下的大量安眠药 之后躺在地板上再也没有醒来 从那之后外公也变得神志不清 小时候我不太懂怎么回事 直到长大后才慢慢拼凑出了事情的真相 我也终于明白了母亲和外公的关系 母亲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默默地保护着我 亨利觉得自己是畸形的产物 本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 这也导致他同情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所以他只当代课老师 避免跟任何人产生纠葛 两人手指牵连微风拂过他们的中间 这天的天气不算太阴沉 可梅迪的天空却似乎并没有那么明亮 他的艺术天赋极高 但是心里的作用总使他的作品充斥着黑白 在一次被父亲破口大骂之后 他来到没有旁人的教室找到了亨利 他觉得亨利就是自己最后的救命稻草 他拿出自己画的作品想要跟亨利谈谈心 但亨利却表示还是去找心里医生比较好 可梅迪依旧执着于他 并且说亨利好像和自己一样 都意识到了这个世界除了操弹之外一无所有 亨利安慰他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乱七八糟 谁也没有具体答案 人生就是这样令人费解 梅迪接着问他那你喜欢我吗 亨利回答当然 随即梅迪就想要抱上去 但亨利不想让事情发展成这样 他用手推开梅迪刻意地与他保持距离 并温柔地安慰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而这一幕恰恰被喜欢亨利的女老师撞见 梅迪瞬间哭喊着跑了出去没有回头 这一幕让女老师误解亨利就是一个变态 即使他百般辩解也无济于事 因为女老师觉得自己看到的就是那样 亨利愤怒地推翻了客桌怒吼咆哮着 他没法再解释也不想再解释 收拾好东西后就直接夺门而出 亨利离开了学校再次前往医院 等到医院才发现外公的床上只剩下箱子 他沉默地听着护工讲述 好像并没有听进去几句 平静地收拾完箱子里的东西后 亨利觉得是时候该把艾瑞卡送走了 次日他很用心地给艾瑞卡做了一顿早饭 艾瑞卡也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亨利解释说我给不了你需要的东西 更何况你还是一个未成年少女 艾瑞卡早就把亨利当成了唯一的亲人 亨利却表示我不能做你的亲人 艾瑞卡听后伤心地流出了眼泪 因为在她的心里亨利是个绅士 是自己的一切 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她哭着恳求亨利别赶自己离开 但亨利则是好像冷得如石头一般 任凭艾瑞卡如何哭喊也无动于衷 但脸上的表情又极其自责于无奈 最终亨利还是坚持了下来关上了房门 这里又变成了她一个人的房间 冷清寂静没有任何阳光 另一边 梅迪房间里的作品散落一地 她安静地躺在那黑白作品之上 动作好像是被钉死在牢笼上 像是耶稣一样 拍摄有亨利的照片全都被她剪碎 把墙上的照片也全都涂抹掩盖 无数恶毒的话不断侵袭着她的大脑 梅迪对这个世界已经彻底绝望 这天学校准备召开一次家长会 但没有一个家长前来 多年以前情况并不是这样 那时的家长会上人们会排起长队 走廊里也会充满了欢声笑语 但是现在却什么都没有了 很快一个月的待课时间已经结束了 亨利告诉同学们我就要离开学校了 我走后你们会迎来一位正式的老师 听到这个消息 学生们都表现得非常失落 就连第一节课那个暴躁的男孩也表达了不舍 你走之后大家会想念你的 等亨利走出教室 看到了自从上次被推开后消失好几天的梅迪 他最近没来上课 而是花时间做了一些蛋糕 亨利告诉了他自己即将离开的消息 并且送了他一个笔记本 这时亨利发现了一个画有枯裂黑色的蛋糕 梅迪却说那是为我自己准备的 接着他又给亨利挑选了一个笑脸的白色蛋糕 此时的亨利依然为上次的事情耿耿于怀 并再次给梅迪进行了道歉 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梅迪就跟他说了再见 当大家都在享受白色蛋糕的时候 梅迪拿起那块黑色的蛋糕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 很快梅迪便口吐鲜血地倒了下去 任凭亨利怎么抢救都无济于事 所有人都聚集围观在梅迪的身旁 只有亨利缓缓地看向了梅迪的作品 那个黑白破碎的人生 红色灯光闪烁救护车带走了梅迪的去鞘 亨利坐在树下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他的可以疏远成了压死梅迪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天晚上女老师发现了独自坐在教室的亨利 白天的事情让他明白了许多道理 他告诉女老师说 你不该在这里我的心也不在这 你可能可以看见我但这只是我的去鞘 不久之后亨利来到了寄阳所 看望被他送到这里的艾瑞卡 受亨利的影响他如今也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当艾瑞卡看到她的一瞬间 眼中仿佛再次点燃了希望 他奋不顾身地直接扑进了亨利的怀里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一道夕阳的鱼会洒在二人的身上 这一次亨利没有把女孩推开 本来看似温馨美好的结局 其实依旧是沉闷且压抑 亨利之所以会去找艾瑞卡 不仅是因为对梅迪的愧疚 害怕艾瑞卡会发生跟梅迪一样的悲剧 另外还因为她的血减结果查出了艾瑞 她不想让她孤独地度过短暂的生命 这一次她决定不再疏离 影片最后亨利又回到了这所学校 看着杂乱的桌椅和地面的朗迹 她在空无一人的教室朗读了了社府的崩塌 因为她反映出了现实的悲凉 在那年秋季枯燥灼 回暗耳铭记的某个长日里 沉重的云层悬于天穷之上 我独自一人策马前行 穿过这片阴沉的异域般的乡间土地 最终当夜幕缓缓降临的时候 清冷的景色展现在我眼前 我未曾目睹过她过往的模样 但仅凭方才一片某种难以忍受的音域 便浸透了我的内心 我望着周围稀疏的景物围墙晃芜 衰败的树边体透着白色 我的灵魂失于了 我的心在冷却 在下沉 超脱是由英国导演托尼凯也指导 阿德里安布罗迪领衔主演 上映于2011年的《治愈类》电影 这是一部不推荐看的好电影 没病的人都能看出病来 好的影视作品一般分两种 一是发现世界的极美 二是挖掘人间的极苦 这部电影就属于后者 整部电影看起来压抑且沉门 艾德里安布罗迪满脸忧郁的样子 让人看得简直都要得抑郁症了 影片里的每个人 都有让他们喘不过来起的压力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绝望 当亨利对梅迪说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说这话的时候 其实连他自己都不信 只是有时候安慰别人的话 其实也是在安慰我们自己 我们被孤立的同事也习惯孤立别人 被麻木对待的同事也习惯麻木的回应 其实每个人的心都是一座孤岛 或许我们终其一生最应该学会的是拥抱 电影中有句话说得很好 要想无心很容易 在乎才需要勇气 再不要独自一人穿过灰安铭记的墨色 在摇摇鱼坠之前 在生命荒芜心脏冷却之前 要学会彼此拥抱 我们穷尽一生的追求和美好向往 都是对自我命运的挣脱 都是为了改变生活 为了尽可能地超脱那个作为人的宿命 不然的话就会和亨利所说的一样 我不在这里 我只是一个去窍 但影片其实也给出了自我拯救的方法 那就是拿出在乎自己人生的勇气 然后用阅读锻炼自己的思考能力 这样才能看穿社会的谎言 才有机会在堕落的世界里不随不逐流 实现真正的自我突破和救赎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是鲨鱼 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